以花為主,我喜歡畫花,因為花很有色彩,因為人生是多姿多彩的,是漂亮的東西,人都會開心一點,看起來,朋友今天來的評語都很好, 因為主辦機構在大半個月之前放上網介紹做宣傳的時候,已經賣出了那幅畫, 也很開心,今天是第一個賣出一個畫作的畫家,總共賣出了六張畫作,對我自己來說也有一個交代, 因為我初學畫畫的時候,沒有想著去賣畫,或者是怎樣賺錢,旁邊的藝術家就笑我說,明天不用開檔了, 也很開心這麼多朋友的支持, 你怎樣目標的地方,想去看湖江山寫生嗎? 我覺得我喜歡浪漫,浪漫的地方, 例如哪些地方? 外國,法國,意大利,如果有一個浪漫的人陪我一起寫生就更加好, 最好另一半,今年最好,她會欣賞藝術品,懂得去,喜歡畫畫, 或者不是喜歡畫畫,喜歡欣賞藝術品,喜歡漂亮的東西, 這樣,是吧。 你和Donna有這麼多年都保持著你嗎? 也有,我去了加拿大住的時候,便少一點,回來, 又在一些活動中撞回,便又密回, 介紹一下那些男孩給她吃, 有幫她留意,但她的處女座, 你知道她, 處女座真的要靈死角的, 100%的, 100%完美的, 其實我順其自然, 我又不會周圍去, 其實她這些不用黑銷售的, 對嗎? 譬如有些朋友說, 有沒有好女生介紹, 我就好好留意一下, 然後就會在一些很隨意的場合, 就叫她出來, 緣份這些東西, 都要多一些機會去, 怎樣說呢? 讓她多一些機會去explore, 發掘一下, 因為我和我先生都是朋友介紹, 所以我覺得, 沒有所謂啦, 嗯, 嗯.